在今天举行的第九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空间工程总体部 宣布正式启动超低轨通摇一体星座建设 并且计划于今年12月发射首颗卫星 2030年完成300颗星载轨组网运行 超低轨道是指轨道高度低于300公里的轨道 相较于传统卫星 超低轨道卫星因轨道高度下降 其状态从对地摇杆变成了近端 可以实现更低的成本 更高的观测分辨率及更短的传输食言 一个就是距离地面更近 这样可以使我们用小型的 比如说咱们说相机 就可以获得非常高清的拍摄的效果 另外就是因为天地的通信的距离近了以后 可以带来地面终端的小型化 也就是说可以使咱们的终端变成便携式或者手持式 这要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这种现场应用体验 根据建设计划 超低轨通摇一体星座将按照总体规划 分布实施 逐步完善的原则分三阶段实施 在我身边的就是中国首条小卫星智能生产线 目前超低轨通摇一体星座首发新 已经完成正样产品的设计与投产 首先将搭载光学摇杆相机 星载智能处理设备 原子氧探测器等有效载核 计划今年12月发射 21年到25年是我们的技术和业务验证阶段 计划是在今年底发射我们的第一颗技术实验卫星 然后在明年底的时候 是计划发射9颗业务验证卫星 然后从26年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规模组网阶段 到30年的时候是规划是要建设一个 300颗星组成的星座 达到一个15分钟级的就是空间响应能力 得益于使用成本的下降 未来超低轨通摇一体星座 在满足传统行业应用需求的同时 也将发展更多面向普通民众的应用 让卫星数据成为大众消费 当前的摇杆的数据主要是面向的一个行业 例如应急 救灾 水利 林草 国土资源 海洋 等等这些行业在用 其实成本下降了 就有助于我们这个摇杆的应用 走进各个行业 走进千家万户 甚至走到老百姓的手持的这种终端 总台阳市记者 武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